YoYo 我是魯特 對於一位熱愛騎乘摩托車 記錄自己每次旅程的騎士 運動相機在我們每次騎行的過程中 可以說是必備的工具 我們甚至都沒辦法想像 在體積這麼小的相機裡 可以塞入這麼多的東西 在方便攜帶的輕量小體積中 它需要同時兼具畫面的穩定度 優秀的畫質 防水性能 電池續航力 抗摔能力 太多太多了 在去年10月DJI Action 2發布之後 DJI的運動相機 從此有了兩種不一樣的生態 創新設計 打破原有框架 追求極致輕量化的 Action 2 與同時具有前後雙螢幕的 DJI Osmo Action 以及今年剛發布的 DJI Osmo Action 3 DJI Osmo Action 3 初代發表首次在運動相機上 加入了前後雙螢幕之後 雙螢幕同時出現在運動相機上 似乎也成為了現代運動相機的 標配 所以說實話 在我第一眼看到OSMO Action 3 這個前後雙螢幕 真的不像第一代那樣的吸引我 但是在我實際使用了之後 我發現這個前後雙螢幕 從原本運動相機廠商擠牙膏的 噱頭 變成了 真正意義上 實用性非常足夠的 功能 相信你應該有發生過花了大把的時間 好不容易 自信滿滿的把準備拍攝視角調整好了 完美的構圖 接著跨上車 準備開心的出發 騎乘完了之後你發現 拍出來的影片變成 這樣 甚至 我剛拍的時候忘記把它調成4K了 所以我只有拍1080P的檔案 相信我 我也發生過騎了一個小時之後 換來的卻是一張照片的結果 當下真的恨不得殺了我自己啊 這台OSMO Action 3 它的前螢幕 1.4英吋 後螢幕 2.25英吋 現在這塊前螢幕 終於不再 只是可以拿來自拍的時候構圖 你也可以在這塊可以觸控的前螢幕上 調整你想要拍攝的參數 規格 幀數 防手震的功能 甚至重播你剛剛拍攝的素材 有了這塊觸控的前螢幕 可以讓我在每次出發前更方便的查看現在的拍攝狀況 就不會再發生那一種 期了一整個小時 換來的 卻是一張照片 或者是 7-8秒的 縮時影片 OSMO Action 3 它除了前後觸控螢幕之外 它延續了DJI Action 2的磁吸快拆設計 基於DJI Action 2磁吸結構的優化 Action 3也加強了底部磁吸快拆的磁力 轉接鍵上也增加了定位柱 方便拆裝也更加牢靠 在我這幾個禮拜的使用下來 是沒有發生過其到一半脫落的狀況 而在裝了保護殼之後 它能做到貼近手機拍攝習慣的速拍功能 方便我們拍攝特定影音平台的直視影片 以往橫拍沒辦法拍到的細節 甚至角度 現在都可以收錄得一清二楚 在此 我真的是宣布 今年 擁抱運動相機速拍的元年 另外我還想提到了一點 在Action 3上的這個O字 裡面塞了一個色溫傳感器 讓我們穿梭在林間 或者是下了水之後 可以有效檢測周圍環境色溫的變化 進而自動調整 白平衡以及曝光 來校正色彩 不會再發生整個畫面紅過頭的現象了 而愛旅行的你 應該有聽過這樣的一句話 拍得到 往往比拍得好 重要得多 在騎乘的過程中 許多美好的一刻 總是稍縱即逝 常常差一點角度 差一個moment 我們就會錯過許多精彩美好的事物 所以講完的外觀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 OSMO Action 3的 拍攝規格 1.7英寸的感光元件 搭配F2.8的光圈 加上相近我們單眼視角的155度可視角度 最高可以拍攝4K120幀 其中包含了地平線增穩 地平線校正 Rock Steady 3.0 各種的穩定功能 現在我們也可以使用機身上的這個QS按鍵 自定義最多5種不同的拍攝設定 在每個不同場景 來回的快速切換 我目前使用到現在試過的各種各樣 從線性廣角到超廣角 60幀30幀120幀全部都拍過了 最後我選擇格式呢 是廣角搭配Rock Steady 然後拍一個 4K 60幀的規格 因為這個角度呢 當我們把OSMO ACTION 3放在下巴的時候 他剛好可以拍到我們的車把 那我覺得啊 有沒有拍到車把這件事呢 對機車旅行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 多了那個車把呢 給觀眾看起來那個感覺 就好像是你自己在騎車一樣 所以我非常喜歡 影像除了畫面之外 聲音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好的聲音可以讓我們觀影更有臨場感 DJI OSMO ACTION 3的麥克風 也基於DJI ACTION 2 優化 OSMO ACTION 3 有三個麥克風 同時支持 前向 前後雙向 全向的收音模式 還有降風噪的模式 說真的以上這些功能對我來說 真的非常足夠了 但是就像剛剛說的 在旅行的每一刻 拍得到 比拍得好重要 所以我重視他的第一個點 他 在拍攝續航上 到底穩不穩定 會不會 無故熱當 現在準備來測試一下 DJI OSMO ACTION的 呃 電量使用情況 0分0秒開始 現在準備騎車 應該要騎了一個小時 GO 這次DJI OSMO ACTION 3 在DJI給出的官方數據 4K60幀的拍攝模式下 可以連續錄製直到電池沒電 都還不會當機 所以為了驗證DJI說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決定來給DJI OSMO ACTION 3 來一場重度使用 以我最常的使用方式 用騎車 來把電池的電量給他超完 只要有用過其他運動相機 應該就會知道 要在這麼小的體積下 錄製4K的影片 甚至還是高幀率 發熱 基本上是常有事情啦 當機 就更不用大驚小怪了 所以在出門拍攝的時候 我常常會無預警的聽到 不過這次在騎車的狀況下 DJI OSMO ACTION 3 的確是穩定的完成了任務 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呢 我從大概四點多三四點開始騎的吧 騎到現在呢 騎一個小時了 但是呢 我們的 DJI呢 還在路 那也算是蠻穩定的 途中呢 也沒有發生那一種就是 騎到一半啊 他突然就 中斷了 或者是 沒有錄了 或者是檔案怪怪的 或者是自己重新開機什麼的 都沒有 其實我的頻率大概就是 一個小時 大概差不多就會休息一次 有時候比較久會騎到一個半小時 那我覺得這一次 DJI OSMO ACTION 3 他的電量 對我來說 是剛好可以在一個 休息的週期裡面 當我開始騎 開始錄了之後 然後錄到 停了 休息的時候 他剛好是 趨近於煤電 真的讓我是蠻 蠻驚艷的啦 而且他也不會熱當 很好的使用體驗 我真的非常喜歡 我相信呢 我接下來 應該會把他做為我的 主要的主力機之一 而說到電池 機身讓我很驚喜的 支援電池快充 從一顆完全沒電的電池 充到80%的電量 只需要18分鐘 讓我如果真的很不幸 身上鬧了電荒 也只需要停下來喝一杯咖啡的時間 就又可以繼續啟程 拍影片了 那我覺得在我一開始拿到DJI 這個OSMO ACTION 3的時候 這個套組裡面最讓我覺得 印象深刻最特別的 除了這台運動相機之外 還有他的 充電盒 在全能套裝中的電池收納盒 也是這一次讓我覺得很驚豔的其中一個東西 一次可以收納三顆電池 與機身一樣支援快充的功能 三顆電池 同時充到80%的電量 只需要不到一個小時 在必要的時候 收納盒甚至還可以拿來當行動電源 而在盒子的頂部內側 大家還很貼心的 幫我們預留的記憶卡卡槽 讓記憶卡在滿的時候 不用再把包包打開來翻東 翻西 的找記憶卡 騎摩托車嘛 翻東翻西找 真的很麻煩 體積大概跟Nokia 3310是差不多的吧 喂 對大概差不多這個體積 它可以存放三顆電池 充電盒的外部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在上面的指示燈 它會有 綠色 橘色 紅色 接著打開來之後 它可以存放三顆 OSMO Action 3的電池 那這個電池據官方所說 比以前的電池 電量提升 然後耐低溫 那它這邊有個Type C的孔 可以幫我們的iPhone充電 它真的是物盡其用 就是 你一顆出去 如果你沒有用完的話 你還可以當行動電源 那如果你把它用完的話呢 它也可以拿來充電盒 或者是 保存記憶卡 我給這個電池盒的評價真的蠻高的 而且 它外觀真的非常有質感 在我使用了 OSMO Action 3的這幾個禮拜 我覺得它的UI設計 真的簡單方便 而這裡的UI 我指的 不單單只是 Action 3裡面的操作介面啦 其中更包含 從電池的收納 到拍攝整個過程 是非常流暢的 隨著科技的發展 運動相機的市場 也逐漸趨於成熟 我算是一個 運動相機的中度使用者 騎摩托車嘛 總不可能請後座 真的一直硬扛一台相機 然後從頭騎到尾 而在這個紀錄自己騎行的過程中 很多時候我真的不會用到太多的功能 單純 而且穩定的錄影 耐摔 不易損壞的機身 操作迅速 讓我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在設定參數 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DJI的OSMO ACTION系列 也來到了第三代 我很喜歡這一代的OSMO ACTION 3 未來 我也會把它列為 我在騎乘時的 主力相機來使用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